大猫 你哪是惹我生气 哼 我要把你送到学校里面去 啊 学校 学校干什么呀 我去学校 让你学习 如何让娟娟不生气呀 真的是 还有这种学校吗 肯定有啊 这叫难得学校 来 我们去买学习用品吧 啥玩意啊 给你买个书包 紫色的啊 紫色书包 没有粉色的吗 没有 只有紫色的 不准挑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吧 嗯 嗯 你说的都对 来 你的书包 嗯 书包 本子 本子啊 铅笔拿着啊 随时随地记下 比如说怎么娟娟又生气了呀这种 铅笔 对 哦 好的 像我这样拿着 记下来 知道了不 嗯 拿着 好的 记下来 好 然后再跟着我过来 马上要到学校了啊 嗯 为了防止啊 大猫子 你在里面被其他的女孩子吸引 所以我要给你买点头饰 把你装扮成一个女孩子 给你隐藏一下身份 啥 啥玩意儿啊 不是专门 为什么里面会有女孩子 因为女孩子能学习的嘛 学习如何暴揍老公 那你怎么不去学习 你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确定吗 你听到我刚刚说的没有 学习如何暴揍老公 你确定吗 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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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拿着 这是你的小花花 自己带吧 嗯 啊 黄冠留给我 我是仙女 所以我要黄冠 呃 你是仙女 最后再给你买杯奶茶 我就把你送到学校去了呦 好好学习呦 咱们都嘞 哦 还有奶茶呀 这我没想到啊 毕竟要把你送到学校里面去嘛 我还是有点舍不得 要对你好一点点 给你一杯草莓奶茶 来 喝吧 你这个确实是好一点点 哦 怎么嘛 不好吗 好不好 好 好 非常好 very good 走 快 自己去学校去 自己去 死给重点 再次来到学校了 好好学习难得 知道吧 然后以后就不会惹我生气了 拜拜 我一定会回来的